开始呢我们现在来看卫福部呢搞了一个天大的这个乌龙公文 那么要被彻查的厂商名单因此提前曝光了 也使得大厂信誉受损 对此行政院长江一化震怒表示呢这个错误无法原谅 而卫福部里有两位中阶主管于是调离限职已是惩处 从油品安全出状况到现在为止 卫福部呢从发言到态度多次被检讨 连发公文都会出现这个低级的错误 那么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就说 我们的政府呢与其搞监听不如搞好食品监察 卫福部乌龙公文伤害业者名誉 让行政院长江一化震怒非得有人下台负责 对于发生这样的错误实在是相当无法原谅 因此院长要求卫福部今天必须要彻底的去检讨发生错误的相关原因 如果有需要惩处 希望要求卫福部在今天下班之前就要做成惩处 邱部长为此造成了困扰感到很深的歉意 一定要惩处院长显然不是开玩笑 卫福部最后推两位中阶主管扛责任 我们对于北区区管中心的主任 就是这一次处理这样子的一个公文事件的这样子的一个主管 主任跟副主任就调离非主管了 今天会为他们澄清并表示歉意 赶在下班前最后期限公布惩处名单 需要属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副主任调离限职 显然定调这就是个单纯的公文疏失 但是混游事件爆发至今 卫福部的螺丝已经一路松到底 而且还是从上松到下 人心的险恶是很难克服的 茶气不利灌人心险恶不说 副卫乡出包爆发之前 卫福部官员甚至想帮忙隐匿 让人大开眼界 这回一纸公文恶搞厂商吓坏全民 连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也忍不住吐槽 请把监管搞好 郭董说出国人心声 连发公文都会出包 食品安全又要如何期待卫福部 帮我们把关 记者李洛权王正台北采访播导